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恨编辑部的节目 今节就想讲关于美国的事情 在过去这两天 美国的边境巡逻部门 应是美国的南部 拘捕了大约1万人左右 更加收压了非法移民多达 27,000人那么多 按照美国的全国边境巡逻人员工会的说法 南部边境移民潮 来势凶凶 而且 移民事务受理所 人满为患 认识 可以说得上 完全失控那么厉害 到底 美国目前的边境发生着什么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都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制定生我们三个频道 网友编辑部 精英煲同晒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美国为了应对目前 边境的局势 美国政府已经动用了 多达24,000名的边境执法人员 更加从国防部 增派了多达 1,500名的军人 同时 在德州的边境城市 更加需要 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不单止是这样 一些 距离美墨边境较远的地区 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 自从在5月9日的时候 纽约州州长 就宣布 整个州 因为太多移民涌入 所以 需要进入紧急状态 目的 希望可以从 联邦政府获得更加多的援助 而伊利洛州的自家各市 亦都因为 收容设施 人满为患 同样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为什么会造成 现在这样的情况呢 这件事情可以追索到 2020年的时候 也就是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 当时 前总统特朗普所领导的 政府 就根据美国法典 公共卫生与公民权利 相关条款 就说 以疫情控制为由 对试图 非法闯入 美国的 非法入境者 就实施 集体驱逐 而这项法令 就被媒体 称之为 42条 而且 当被逮捕之后 是不会 评估究竟 这名非法入境者 会有什么 具体情况 和更加 不会接受 任何的保护 申请 就直接 将他们 遞戒出境 根据 美联社的报导 在2020年3月 来 美国就动用了 42条 驱逐移民 多达 280万人次 而去到 2021年1月 拜登政府 也保留了 这项政策 但是 在说法上 就没有之前 特朗普的时期 说得这么严重 就说 这个政策 是一项 公共卫生的措施 而时间 去到2022年4月 当监督美国的卫生政策 与美国疾控中心 也释出送号 就说 目前 公共卫生的风险 降低 也将会 结束 这项政策 所以 去到2023年 从5月9日 打后的几天 拜登总统 也向墨西哥总统 通过电话 目的就是要 和墨西哥总统 探讨一下 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 而同日 拜登 也向 媒体 说 美国将会 有罪地 结束 42条 但是 可以预期的就是 结束42条 会引来混乱 而这种混乱 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 去到5月11日的午夜 第12条 就会 即刻终止 而从 42条 终止 那日 开始 每日 都有 创纪录的移民 从墨西哥边境 涌向美国 大家可以在画面上 看得到 从5月11日 之后的日子 就有很多人 在墨西哥那边的边境 围场 几百米的区域之内 再加上 有很长一片的移民 帐篷 相信 当地 多达成上千文的移民 就等待 闯入美国 而美国政府也因为这样 而向边境 增派警察 国民警卫队 以及 由美国国防部 所派遣的 燃役士兵 来支援 当地的局势 不单止是这样 也准备了很多 巴士在当地 这些巴士 据说 就是用来 再这些非法移民走 当一捉够人 自然而就会 推上这些巴士 然后就开走 在第42条条款 到期前那几天 非法移民的数量 也开始激增 而单单在 9日 即是5月9日 那一天 就已经超过 多达 11000名的非法移民被捕 在一天里面 多达1万多人被捕 在这样的情况下 每日大约 过万名的 非法移民 尝试入境 这一点 也都令到 在这些 边境城市 带来沉重 的人道主义危机 而根据 BBC的 新闻报报道 美国官员 几乎每个星期 每一日 都要处理超过 一万单的 边境个案 这一点也都成为 有史以来 最高的数字 相比起 3月份的时候 这个数字 只是 5000个左右 据说 美国有些 边境设施 已经收容了 多达 3万名的移民 这个数字 远远超过 这些收容所的 设定上限 为什么会有 那么多非法移民 好想闯入 美国 这个也是 依据美国 在5月10日 的时候 发布的新法规 据他们说 就是用于 替代在3年 实施的42条法案 另外也都试图在美国 超过3000公里的 边境线上 要求他们 改变现状 而且 当这个新规定 也都特别讲到 是从5月11日起 移民如果是 未先在途经国家 申请避难 以及 未通过合法途径 中入美国的人 将会很难很难 在美国申请避难 因为如果没有 获得避难的资格的人 就会 再次被驱逐 更加会在5年之内 禁止再进入美国 哪个违法的 也有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据说 这严格的措施 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禁止了由其他国家 去到 美麦边境 然后透过 当地的 边境的移民 申请 获得 进入美国的 庇护 而根据 BBC的新闻报道 美国在德州的 Alpaso 住院 就访问了一名 非法入境者 他们怎么说呢 他就说 趁在政策改变之前 尽快进入 而他也说 他们对新移民的法规 会带来什么 就不肯定 但同时就希望听到更多 谣言 所以也感到很迷惑 而拜登总统 较早前也特别提及到 当这个42条 解除了之后 就会引来 一小部分的混乱 同时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也派遣了多达 42,000名的 执法人员 以及多达 1,500名的 现役军人 去当地 对于这么紧急的情况 墨西哥又会不会派出 军队抵达呢 可以见得到 这些疑问有不少的 都是听信了一些 谣言 与此同时 墨西哥也派出 军队抵达边境 目的都是 要阻止 大量使徒 进入美国的人 而且 这些边境问题 美国一直以来 都可谓 蓄手蒙策 就算 连墨西哥都派出军队 指图控制一下 场面 但是 都没办法 阻止到 这些 移民大军 尝试 闯入美国 因为 很多人 经过攀山摄水 走访不同的国家 有些 还要穿过 原始森林 爬过高山 很辛苦 才能够 抵达美墨 边境 有些小孩 在途中 感染了疾病 但是 有不少的人 都很希望 能够 尽快 进入到美国 希望可以 在美国生活 找份好工 从而希望可以 改善一下 他们的生活 环境 另外 也有不少 这些非法移民 本身在美国 都有亲戚 他们都是希望 在美国 能够 寻求 更多的 工作机会 在中美洲 以至南美洲 很多国家 生活 非常艰难 亦都因此 令到 有不少难民 宁愿 选择 冒这个险 都希望能够 进入美国 而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部长 亦都在公开场合 以及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过一系列的视频 就说 就劝那些移民 不要再听信任何谣言 哪个尝试去 非法闯入美国 都会 将会受到 严厉的处罚 当中包括 长达五年不能够 再进入美国 等等 但是这些都没办法阻止 这些非法移民 尝试去 都会进入美国的 因为他们来的时候 根本都不是从正途来的 你踢他们走 过一段时间 他们又会 尝试找其他的方法 闯入美国 然后 就黑在美国 打工 赚钱 加上 美国本身 都有很多工作 连美国人自己都不愿意做的 所以也都吸引 到不少 这些非法移民 这个问题 一直都没办法 可以有效地解决 可能你会问 为什么墨西哥 不尝试去阻止下 墨西哥不是没有尝试阻止的 事实上 墨西哥自己 也都要 遵守一些 人道主义的条款 第二就是 墨西哥本身 他们的资源 和能力都有限 是没有办法 可以有效地处理 如此大量的移民 另外 墨西哥一向 都有一种 传统 就是 为了逃避贫穷和迫害的人 打开一条通道给人 其实墨西哥 一向 都不是那么介意 这些移民进入他们国家 因为他们很清楚 这些移民的目的地 就不是要 留在墨西哥 最后他们都是想进入美国 所以 一向以来 墨西哥对这些 移民都是很宽容的 但是 很多时候 反而 会受到来自美国的眼力 要求墨西哥帮下手 既然美国有这样的要求 也都很自然 会扮一下 扮做事 而关于 要申请 获得美国的庇护 很多移民都相信 美国会提供庇护 但严格来说 很大程度上 已经禁止了 任何人 透过美墨边境 进入 从而申请 美国的庇护 另外 美国的民主党 和共和党 由于 两党激烈的竞争 也会 接触到难民的问题 过去很多的日子 两党都经常在移民问题上 互相指责 某个程度上也都加剧了美国 边境的混乱状况 而且 从去年开始 美国德州州长 利用 大巴士 以及飞机 将大量的移民 转送到 民主党主政的城市 当中包括 华盛顿 费城 纽约 自家库等等 截止 抗议美国总统 以及民主党人 对这些 移民政策 无可否认的是 美国也有不少这些 这样的政客 来到将 这些非法移民 当作 他们的 政治筹码 刻意地 将这些移民 推到其他地方 而且 连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官员 在去年也曾经 指责过 一些人 出于政治目的 将这些移民 当作 他们手上的 旗子 来到行驶 这种事情 的确是 很悲哀的 为什么 一直以来 那么多的非法移民 涌入美国呢 除了我先前 所特别提及的 很多这些 中南美洲的国家 找不到 生活很艰难 但是 为什么 这些 中南美洲国家 生活 那么艰难 其实某个程度上 这都是 美国所造成的 在过往 美国也经常在 这些中美洲国家 等等 干涉 他们的内政 更加 制造过不少 制裁 而这些制裁 也导致 中美洲国家 遇到困难的局面 经济 不能发展 一般人 就自自然 会选择 去其他地方 找食 尤其是 委内瑞拉 这些国家 委内瑞拉 有石油生产 本应 经济 差 极都是有 普 但是 很不幸的就是 委内瑞拉 就长期受到美国的制裁 搞到 他们的经济 长年以来 都是非常之差 很多人 找不到食 失业的 没钱的 就很自然 会涌向一些 发达的国家 首选 就自自然 就是 选择去美国 所以某个程度上 如今 美国在面对着 这样的 非法移民的问题 其实 也是美国 自己所造成的 在这几十年以来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 所造成 那种的不稳定 是需要负 相当的责任 因为 你是不能够 一边 干涉 人家国家的政权 搞到 文德聊生 然后就指责 这些人 逃难 是不是 所以 真是要负全责 怪 就只能够怪 美国他们自己 好 今次就讲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